9月12日晚,吴奇莉在微博发文,有位作家写过一段话,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,只不过是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,进行渐远,从来不曾要求你按照谁的意愿去活,只愿你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,疑似回应小龙女再次离家出去事件。 日前吴奇莉和成龙的非婚生女吴卓琳再度离家出走,吴奇莉造前姻女儿吴卓琳的交友问题,当女儿发生争执,随后小龙女报警抓母,小龙女自己更是因病住院两个多月,直至六月初才出院回家,当时媒体报道,母女俩已经和好如初,不过日前母女俩关系再度发生变化,小龙女已经辍学离家出走多时,此次已经是吴卓琳第四次离家出走了。 吴卓琳这次离家出走,便和网红A小姐在一起,还搬到了A小姐住处一起同居。 据报道,小龙女搬到A小姐住处之后,经常个朋友在天台边缘工作,一起抽烟喝酒聊天,事后他们一流了很多烟头,玻璃墩等垃圾。